今天景色不同了 就是因為我來到 這個叫奎芳還是奎? 奎芳 奎芳的HK68 上次說錯了 我調亂了兩個字 因為我經常叫AE86 它是HK68 為什麼上來開箱呢? 因為我訂了一件東西 就是一個拉菲爾的反應機 我訂了一個拉菲爾的反應機 專門給我的35仔用 因為我的35仔是15噸 我的石機都推不動 推過Kensington 推過天狼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推到發聲帶 一推到35仔 大家有個錯覺 為什麼這麼小的喇叭會推不動 15噸的35仔很難推 用一個拉菲爾專門做給35仔的反應機 EL34的推環 還有它後面有11噸和15噸選擇 為什麼有這兩個選擇呢? 因為35仔是有11噸和15噸的 普通的膽機都很難找到這兩個噸數 最多是400 好一點的多16給你 這部只有11和15噸 沒有48的 我們現在打去看看 拉菲爾是一個我夾了很久的牌子 因為它也是一個國內 我認為都頗有心機做膽機的牌子 但是漂亮的東西 它做得很漂亮的東西 都不便宜的 但是我這一部 叫做差不多是它最便宜的產品 是港幣五千多元 六千元左右 如果你實價回來 再加上它用的膽子 我又有的 這樣就很開心 我們應該怎麼拿 你有沒有經驗? 臭了 我知道 但是很蠢 是 很小心 好小心 真的 這裡有兩層 這個關係 就可以 好就可以 上面這個是膽罩 還有膽罩 最方便就是把膽罩 那些膽應該在 我猜應該在頂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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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張桌子有事 應該是 幸好不是我的 這一下 這些端子好像很漂亮 比上網看好 我喜歡這些 這些應該是 舊色的東西 通常都是舊碗 那不如我們轉個機位 來看看 這些細節 剛剛說到 就是它的端子 給它一個端子 看看什麼叫端子 這些 挺漂亮 挺古董 這樣的樣子 我猜都是古董 新的我都沒見過 是這樣的 大家可以看到 是11噸 15噸 我又很喜歡這些 舊色的東西 你懂不懂調偏額 偏額 偏額 是的 這裡可以調偏額 每一支都調偏偏額 我不知道要怎樣檢查 要聞一聞 我們先插了一些膽子 很喜歡這些 這些鍵 很舊色 大家可以看到 好像是 其實都是 雷西電款 哈哈 哈哈 不過它不是 用你的淺灰色 但是有那個味道 我也挺喜歡 前面有三個膽子 應該是一隻 E88CC 即是6DJ8 然後兩隻 12AT7 然後四隻 EL34推環 然後後面這隻整流 它是說用5AR4 或者5U4都可以 以上講的膽子 我也收了不少 這樣就很開心 雖然今天我帶了一些膽子來 但是 我覺得 大家玩膽機 都是 尊重原廠 它給什麼膽子 就全部插進去 聽了聲音 不夠才改 那就會好些 不用一來就全部 把自己的東西都放進去 那我們 拆開那些膽子看看 看看它給我什麼膽子 不要以為 國產膽機 就一定只是給國產膽 這個說明書 如果你有空就幫我 國產負責任的膽機 通常都不給國產膽 我不是說國產膽不漂亮 國產膽也不錯 國產膽 某一些我試過都不錯 咦?它不是給JJ我 它給新的 不是 這個是新的 俄羅斯做的 然後 這隻 這隻是JJ 它拼了一二三四 好了 這些就是白癡都會插 雖然我不是白癡 雖然我 我會知道哪支插哪支 這個看不到 它告訴我 這幾支小膽是美國 這四支是俄羅斯 這支是斯洛伐克 它好像是斯洛伐克 還是捷克 忘記了 JJ 好 我們把它插上去 V5 很細心 它把貼紙貼在後面 你不會很噁心地 在前面看到它這張黃色的貼紙 不過我自己建議 最好 如果你用下去 就把貼紙撕掉 因為貼紙在玻璃上面 其實都 有少許阻礙了它散熱 如果貼在左的那些 沒什麼所謂 這些都是心思 每一張貼紙 它都是貼在後面 你在前面 看過去的時候 看不到 它都知道自己的貼紙很噁心 好 大概就是這樣 為什麼要上來這裡開箱呢 就是因為 這裡現場也有三五仔 而且可以比較一下 拉菲爾另外一部 我心儀的機 很漂亮 很大部的300B 我們慢慢計劃過去 對了 這一部 這部我本來想買的 因為它挺有氣勢 在這裡聽也挺好聽 但是 它還是只有4-8噶 我又沒有信心 買到它回去 它一定比我吐石機 去推個天王 所以不如我買一部膽機 推一推個三五仔 算了 蓋上線 就 開機試一下聲音 通常第一次開機 都會把Wallum 調到最小 這樣就穩陣一點 咦 開了 你播了我才慢慢調大 好嗎 膽機要給它一點點時間 它進入 那些膽熱 那些 我們 聽回 十到十五分鐘 再下個定點 那 剛剛就聽完一輪 那是開心的 我們推的那個 是不是Chartwell 對 對 我們推個Chartwell的十五噶 用它後面的十五噶 來推 那 的而且確是 會很厲害 那個300B 的 因為我之前 拉菲爾出了一部很帥仔 外形很帥仔的300B 又出了一個KT88的推幻 那我也挺喜歡KT88推幻 也是很帥仔的 那樣 就是金色的那樣 那些仔 本來就想著那一部 但是想 買來都是 拿來推三五仔 不如 它那部直接推三五仔的 就試一下 那 幸好是 這次沒有落錯了 那回去就再 稍後就 補部機回公司 再試一下 換一下膽先 這次是滿意的 那大家可以 留意一下 拉菲爾這個牌子 我覺得無論它外形 做工 那些都算 挺有心機 又不算太貴 香港沒有什麼人留意 對 香港比較少人留意 我覺得可惜 它算是 國內一間 挺有質素的廠 因為其他機 坐一坐 例如其他機 有 例子 例子我喜歡 看開 MELODY 不是 MELODY說是澳洲牌子 嗯 哈哈 還有 Spark 就是 變成 卡賢 這幾間 我都覺得 他挺有心機 對 都可以 但那些 好像比較 出名 多一點 他們的廣告 比較厲害 對 拉菲爾就不太 其實 Live 3也挺有趣 這幾年 你都開始跟 外國合作 的設計 挺有趣 你上次說過 Boring Design 但是德國 德國 是叫 德國人去設計 其實現在的設計 開始都 偏向外國市場 那些 好像以前 中國 大家看到 比較土 所以 有些真的挺土 因為我一直都有 看著膽機 雖然沒有玩一段時間 轉了石機 但是譬如 剛才說的幾個牌子 我是覺得 看起來挺漂亮的 嗯 土一點的 不好意思 什麼 美聲 美聲 柱光 柱光 你一看就覺得 是啊 很差 那些設計 但是 拉菲爾 拉菲爾 他不是故意 製造一些新的東西 反而他復古 是的 這樣就沒事 是的 又不是抄襲 不是用完 全灰色的那種 沒錯 看起來挺舒服 低低調調 Size也挺適合 所以我放在家裡 不是的 我不是在家裡用的 我是普通用家 我是普通用家 可以放的 所以如果你是 入門的膽機 都可以看一下 拉菲爾這個牌子 便宜那些 因為貴的那些 可以很貴 是的 貴的那些 真的可以很貴 現在的 見面 明星期間 有趣的 有趣的